佛陀教育的目标 是帮助一切众生 利苦得乐 这个教育我们要不要 不但利苦得乐 还告诉 利究竟苦 得究竟乐 究竟是圆满 是彻底 那真得到 那究竟苦是什么 六道轮回 你利六道轮回 就完全利苦了 以后再没有苦受了 离究竟苦 得究竟乐 究竟乐时期 在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医生干什么 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 无论从理论 从事实真相 从方法 从古德 讲得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他要不是真去过 不是真看到过 讲不出来 他不欺骗我们 这是佛教到世间来 干什么 另一切众生 离究竟苦 得究竟乐 所以你学佛 学到什么 发习充满 你真得受用的 你要没有得到快乐 你对佛还有个 有个爱 你没把他搞透 那为什么 效果没出来 效果就是快乐 发习充满 那枯从哪里来的 从迷来的 你对四十真相不了解 迷惑电脑 于是 你想错了 说错了 做错了 招来的苦果 而乐从哪 乐从九五来的 就是通告明白了 明白之后怎么样 超越了 明白四十真相 这个四十真相 全是假的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真正搞清楚 是假的 你就不放在心上了 你就不去追求 这些东西了 这些物质 像是有 很好 也不必拒绝 没有呢 不必求 自在啊 得到了 没有 还 吸引 丢掉了 没有 和 这个 可惜的人 也没有 有很好 没有也很好 他才真的 那没有想到 要往生 到极乐 世界 头一个 在长寿 无量寿 不想这个时间 寿命很短 干什么事情都干不着 时间不够用 那极乐世界 无量寿 无论干什么 都有拯救 啊 绝对有满意的拯救 阿弥陀佛 无量智慧 无量的呢 加持给大家了 帮助大家 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就圆满了 在中国唐朝 六族惠能大四 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就是大吃大悟 明心借心 借心政府 那自信 永远是前进 没人 我们这地方人 我 分分秒秒都在人 我 不但身体 接受一切 任务 精神 也接受 阿弥陀佛 世界没有 精神 物质 都没有任务 前进 平等 阿弥陀佛 人人都是 缺而不明 阿弥陀佛 正确 那是尊千经万论 那是横顺中心 最后 都直归 净土 那是佛的崩坏 他到世间 就为这么一种事情 为这个来的 那谁有缘 谁搞清楚 搞明白了 相信 不怀疑 发愿 求生 见度 他就成就 多一个 是一个 一个人有信愿 一个人就成就 就多一个 我们这个世界 过很过一 无论什么身份 其中 都有佛菩萨 在内 那他们以种种 不同的身份 来帮助我们 要看看 真的好处 好处 第一个 就是 揭发信心 他相信了 再进一步 劝他 劝他发愿 相信 我们的去 信为道远 功德母 道向流水 原是源头 这是功德之母 母 能生 取这个意思 信 能生 无量 无边 功德 你看 你要是信了 西方基督时期 发愿求生 这个功德 多大 说不尽呢 这是究竟圆满的功德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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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陀佛